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註冊,並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的航空公司,並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的航空公司。 和與民用航空有關的航業,可繼續經營。 這個很明顯是一種保障利益,Thomas。 其實一講這條,很明顯是為了保障香港原本的航空公司。 當時香港做主要營業基地,其實是太古集團下面的國泰航空。 當時港龍也在。 其實簡單來說,也要告訴他,回歸之後可以繼續營業,沒有事的,不用擔心的。 即是保障他的經濟? 老實說,航空事業都是一個很大的資金和投放,人力物力都很多。 都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保障他,他可能都是要想撤退的。 但其實往後,你見到航空業的發展在香港,也千變萬化。 包括有一間航空公司出現過,又消失了。 一間廉航,Oasis,金泉。 其實當時,廉航都是一個全世界很熱門的概念。 因為航空公司的發展到那個階段,其實全世界, 美國航空公司是以美國為先。 美國也見到很多航空公司是成功失敗。 很多制度制定之後,不斷去演變。 坐飛機時是很奢侈的,但後來坐飛機時是很公共交通的。 我印象中,2001年,在英國,感受到廉航可以碰到什麼地步。 是由劍橋附近的一個地區機場,飛去愛丁堡。 說你很不相信,15磅。 15磅,你當對12磅其實是200元港幣不足。 其實真的很便宜。 你就可以坐飛機,200元港幣不足。 我比你便宜,我最便宜的一次。 是嗎? 差不多2000年的時候,在London Gateway。 London Gateway的機場去到巴黎。 你去巴黎嗎? 更便宜一點。 更便宜? 我是說11磅。 但你也想問,你包不包機場稅及其他建設稅? 我當時是全包了。 很離譜的,所以為什麼廉航這麼難做呢? 當時我記得金泉航空的老闆,我也曾經訪問過, 最初是我們天上有地下無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只有一架飛機。 雙架飛機正在飛的時候, 天上有地下無。 因為他要看著盤數,看得很緊張。 現在廉航又再有新發展。 我們不是賣廣告的,也要介紹一下。 講了很多內地的航空公司, 也要講講香港的航空公司。 最近有沒有回答過? 譬如香港人很多都回答的。 我昨天有坐過香港航空, 香港航空公司。 但其實香港航空公司不算廉航。 其實香港航空公司已經是, 現在是海南航空的其中一間屬下的子公司。 之前前身是航生先生家族投資的。 跟香港快運一樣, 香港快運。 快運就是他的廉航了。 快運當時是他的廉航, 現在的定位都是廉航, 現在都是海南的廉航。 其實我下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後我都會坐快運, 去東京。 反正都講到這一章的最後一條, 我又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跟航空有關的部門, 比較少講的。 我們講的民航處, 我們講的航空的資料和系統, 由他們去負責管理。 還有一個其實就叫GFS, 就是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s。 這個都是香港一個很大的特色。 Thomas都應該知道。 在外國, 比如你沿條海岸線要去做一些救援的工作, 你可能是有海岸防衛隊, 但在香港就不是的, 就是飛行服務隊做的。 有時候你看到有些不生性的行山人, 就是選一些最危險的時間去行山, 消防員當然要操上去, 但有時候又說要直升機去幫忙, 那個其實又不是歸消防管的, 其實就是飛行服務隊的。 另外飛行服務隊救山火, 有時候又要靠飛行服務隊去倒水下去, 所以他們有救援那個職責。 還有一個飛行服務隊的工作, 大家可能經常見到不覺, 就是一些VIP, 一些尊貴的嘉賓, 有時候要搭直升機到香港, 或者是離開, 都是他負責的。 其實還有一個不知道, 好像舉日例, 你要去太平山市, 要去舉日例, 離島的一些監獄去看的時候, 他可以要求飛行服務隊, 這個都屬於VIP範疇, 就是有這樣的工作。 到這一章的最後一條, 我又從法律的角度去做一點總結, 這一條呢, 其實為什麼要特別這樣寫明呢? 其實也反映了, 其實航空業主權的屬性是很強的, 所以在當時起草基本法的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 其實很緊張的, 當時以香港為基地的註冊的航空公司是應知的, 所以究竟會不會到時回歸之後, 因為這個主權的轉變, 重新由中國去恢復行駛, 所以影響到航空呢? 所以其實在中英聯合聲明裏面, 都說到特別列明了, 特別行政區的航空公司, 必須在香港註冊成立, 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 但怎樣去確保他可以繼續營運呢? 其實這一條條文, 也是就著主權, 而去回應商業機構或者市場的擔憂。 按照文字幕的文字幕。